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這一節我們來講一下Google Blog 它裡面文章插入影片的方法 我把它歸納成五種方法 第一種就是直接上傳影片 它會長這樣子 感覺有一點點類似正方形 好像是4-3的感覺 不是16-9那種寬螢幕的感覺 第二種是插入自己的YouTube的影片 也是比較偏向於正方形的形狀 第三種就是直接插入YouTube的連結 所以不管是別人的影片還是自己的影片都可以 只要是在YouTube上面的影片就可以把它插進去 就是YouTube的網址 在該影片的網址就對了 第四種就是插入自己的遷入碼 遷入碼就是等一下我們再來示範 什麼叫遷入碼 最後一種第五種插入響應式的影片 好,響應式的影片最主要就是它可以佈滿整個畫面 為什麼說佈滿整個畫面 可是這個影片並沒有佈滿整個畫面呢 所謂的整個畫面是說 這一篇文章它最大寬度 你看這個分享是在右邊這邊有一個欄位 因為這個不僅主題的關係 可能看不出來 其實這邊是可以放東西的 就是說它有個側邊欄 它是會有個側邊欄擋住它的 所以它最大寬度其實就是到這邊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響應式的影片 它最大寬度就是到這邊 那它如果是手機的話 它還會整個佈滿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手機的畫面會長什麼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手機的版面的部分長這個樣子 我先把它滑一下讓它重新載入 重新整理一下網頁 好,第一個影片你看 在手機的時候它其實滿版的 就是左右都會佔據 並不會像剛剛的這個桌面版的這麼難看 左右空好到一個空白 整個版面感覺很奇怪 然後再往下看 第二個也是它這個雖然偏向正方形 但是它左右邊也算是滿版 那第三種呢 第三種你看 你看它雖然左右也是滿版 但是你會發現它左右邊都有切掉了 你看這個字被切掉了 這個也是左右邊都被切掉了 因為它其實是16比9的長方形 比較寬的寬螢幕的 然後左右邊被切掉了 然後這個也是 第四種方式插入自己的嵌入 也是左右邊都被切掉了 可是你看看第五種方式 就是我剛剛講的插入響應式的影片 響應式的影片 它是在語法上面有不同 等一下我們會把這個語法遷入碼 直接擺在這個影片的下方 讓你去copy去使用 然後手機我把它轉90度 我把它轉90度給你看一下 然後我再把它往下滑 你看轉90度之後 它就比較類似電腦的畫面 就左右邊空白真的不太好看 會像這樣子有沒有 像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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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看這個它左右邊沒有切掉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嵌入碼 那嵌入碼它會有這個寬度跟高度的設定 比如說寬800高300之類的那個設定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因為它設死了 它設死了 所以它也不會自動伸縮 它會頂 它也不會頂到 它也不會左右把它填滿 不會 那第五種方法 你看它左右都填滿了都頂到了 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 我蠻喜歡用響應式的語法去插入影片 雖然它比較麻煩一點點 但是好看 就是用你手機橫放 或者是電腦 或者是手機直放 你看它全部都可以填滿 左右邊都可以填滿畫面 也就是說 訪客今天看到這個影片的縮圖 它的上下左右都不會被截掉 但是你看這個左右邊會被截掉 有沒有 左右邊會被截掉 所以其實最後一種方法是我最鼓勵的方法 那我待會都會講怎麼樣插入 那你們再自己去選擇應該用什麼方法 好 那下一段影片呢 我們再來講每一種語法應該怎麼使用